为什么灭霸的无线手套戴在左手 而钢铁侠的那名手套却戴在右手呢 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细微的区别 这里面其实隐藏着铁人能一举风神的真正原因 十年漫威始于托尼终于钢铁侠 那个曾被美对嘲讽的男人 终于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什么叫以凡人之躯肩比神灵 而在这十多年间 托尼的左臂一直都在不断受伤 在最初的破旧山洞中 托尼刚制造出马克一号战甲就将自己的左臂卡住 随后又在与恐怖分子的战斗中 不慎被坦克从高空中轰下 此时的他左臂已经多次受伤 更是需要用冰带来缓解疼痛 到了钢铁侠三时 托尼在冰冷的雪天中被冻得瑟瑟发抖 这里可以明显看到他的左臂疼得不轻 到了复连二时 尽管托尼凭借反浩克装甲一度暴打浩克 但也遭到他顽强的反抗 整个左肩部分都被钢管彻底洞穿 之后又在与复连众人内战时 先是被鹰眼的子母连环剑锁音 随后又被女巫操控数量汽车接连砸下 托尼的左肩更是被死死压住 这也是为什么到了复连四时 托尼专门要打造出一只右手手套 因为他的左手早已伤痕累累 而唯有右手才能用来拯救苍生 《Iron Man》 《Iron Man》